但是我们有一个惊喜的意外 就是我们黄建仁先生 他的网名是葛秋山 他影响力很大 我一直说 你应该成为中国的索尔任弥琴 因为他写了很多的那个 我也在网上平常看到这个葛秋山 很有名 他的文学作品呢 是写的是很感动 我都不敢看他写的东西 我看着我掉眼泪 所以呢 我一直跟葛老说 我说你应该站出来 这个书也有了 我们今天 我刚才说的那些 我后来如果有时间 我再提一下 我现在先把这个时间送给葛老 刚才说他的本年 你肯定跑台这个是对这个题目很有兴趣 你才会你才会冒出来了 所以呢 你你你给我们讲讲你的想法 你刚才听到没你没听到老徐讲的 你听到老魏讲的了 你你你看你你是个什么看法 我们要听一听你既然来了 对不起了 我时间弄错了 我觉得好像我这应该是十点开始 我这一来你们好像已经都快记住了 你不是你你是你是什么时间 你应该时间跟我们一样啊 我是加州时间 加州呢比我还要晚两个小时 我也一直在纽约呢 晚两个小时 我比你们晚两个小时 加州晚一个 你们十二点呢 我想我十点来正好 我才九点半九点四五一来 你们已经快记住了 哎呀我很对不起 迟到是很不好的 所以很抱歉 没关系没关系 你就说你的想法吧 而且你最近 我没有准备讲话今天啊 没准备就自由谈 准备说一点点 我跟大家说呢 我现在在一个世界很混乱的状态 我觉得我如果说在思考上面 我觉得是一个很痛苦的阶段 我不像上一世纪 上一世纪我脑子非常清楚 那个时候觉得民主是我们的畏锁 我们最后共产党很坏 这个共产党制度是人类的一个夺流 我还相信人类最后都想走向民主 因为人性个性是自由的 个人是平等的 这个天为人权 这个思想很吸引我 从我越来越大量的西方的小说来看呢 我也更深蒂固的受了他们的影响 我喜欢西方的文化 这个现在我像这个奥斯卡 这些东西我不愿意去看了 他已经白人啊不断的在让 少数民族紧到哪儿他就让到哪儿 你现在当年看奥斯卡的时候 那种场面让我激动的非常激动 看他们一些电影啊 那种人性的感染 常常是我刘远瑞 和现在到了奥斯卡上面 你看都是墨西哥人在主持 黑人在主持 白人退出去了 你再到这个广播上去看 那些广播电台上的主持 一个也变成少数民族 我不是说 我讲政治不正确了 不过我跟你的感想是一样的 我看了以后我真的很伤心 我不是说是个崇拜白人 这个世界的科学文化 这个世界的深刻的文化 和英语的东西是白人来的 现在他们一个都退出去了 这个社会会往哪个方向走呢 我真的感到很痛 在上一世纪 我那么清楚的认为 这个世界会走向大东 走向民主 到这个世纪 我看到已经消失了 川普把这个世界捅了一个大库 把这个天空捅了一个大库 说实话 川普是不应该当总统 这个他们麻痹大意 他们这要稍微注意一下 川普是当不了这个总统 所以川普第二次是赢不到了 川普当总统 把这个社会 这个民主社会的真相 一下子让我看得清清楚楚 原来这个选举全是假的 谁都没有怀疑 川普是会赢的 那赢了最后还会输掉 告什么法院啊 什么东西啊 都是没用的 人民这么大的游行 没办法来组织方向 什么东西呢 一个深层政府在后面 让我看到了这个深层政府 原来这个深层政府 怎么出来的 是什么时候出来的 是不是中共 说实话 中共是一个夺流 但这个夺流 说实话 如果没有他的经济强大起来 他对世界的影响 非常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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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什么东西 中国只不过是 毛泽东把过去几千年的 这个造魄的东西 集中起在 集中在共产党政府里面 让他不讲道理的做出来 中国最大的罪恨 是对农民的这种 这种剥削和凄凌 我们都是 城市人都是剥削者 这剥削农民 这个都是毛泽东 总计出来的一套经验 在中国实现了 但这个对世界没多大影响 这但是当上一世纪 不是把中国养起来 养成以后自动走向民主 把中国养肥以后 中国一下子肥起来以后 中国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 那么西方的这个目前的腐化 就是国陵的腐化 是由于中国生了以后 去把他们搞坏的 还是他民主走到一定程度 自动就坏了 我没记录 我不知道 但是确实坏掉 我刚到美国83年的时候 我为了家里孩子签证的问题 我找过很多议员 我去跟议员谈话 他们我的 我真的很感动 他们对我这么小人 对我这种恭敬 这个什么东西 而且他们 他们当时经济上很颇素的 我们当时都知道 我们毕业以后 不能上政府工作 政府工资极地 待遇极地 这个 政府 这个公司的待遇是很好的 政府唯一的就是 现在工作人员的福利很好 退休福利 但政府的人员都是很穷的 穷公务员 可是现在完全变得好 变化是怎么变的 是中共进来以后 我知道一个东西 我很奇怪 美国的FBI军事从来不提这个东西 民进也从来没提这个东西 我不愿意讲 因为我不愿意担任这个责任 我确确确确实是知道 一个很厉害的东西 中国在美国怎么搞的 我一说出来 人家就知道 这个方法不可能不成功 但是我不愿意讲 这个话不应该由我来讲 到底中共影响了 美国把美国 这个世界的政务人员全搞坏掉了 还是民主走到一定程度 他们就会腐败 这个机能是没有的 但是有一条 现在深层政府已经形成了 现在我们如果还在讲 美国是我们的榜样 将来怎么 美国怎么办自己都不知道 下面怎么办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将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 这个我们往哪儿走 而且民主是不是一个 完全全好的方向 你们看南美就清楚 你们感到南美去旅游了 非常危险 里面的鬼塔虎 他是民主政务 他也是选举 现在讲这个普京战跟打仗 出手话 这个里面最坏了 我们看到的消息报道 这个新闻啊 现在这个美国的新闻 跟中国是一个样子 中国是报假消息 你现在美国这些 这些大台上报的 从这个川普的这个选举开始 报的全是假消息 你看不到正消息 你看正消息 你要去动脑子啊 要从消息人去理去啊 这个加上美国加上少数民族的问题 加上本身这些高层政客的腐败问题 以及深圳政府的问题 像马克龙啊 这些加拿大加拿大这些东西啊 后面的情况都是一批东西我们看不通 我到了这个程度 我已经看不到方向啊 像进进普京跟这个的战争 我没有 我不知道我怎么战 我可以看到真正的是 深圳政府跟普京在斗 马林斯基啊 他当时竞选 他做一个演员出来说 我要选总统 能选上吗 选不上了 他一定有人支持他 所以他是由于这个这里面斗的背景啊 比我们想的深更多啊 所以很多东西我看不懂啊 我也到了这个世界 到了现在 我思考啊 我已经不像上一世纪 我很清楚啊 全世界我们将来都要选出民主 让全国人民 我们中国也走向民主 全世界都走向民主 最后走向是一样大方 就跟当时共产党选出那样 共产党也选出过 将来我们把剥削都消灭了 全副人都打倒了 后来我们全目都很好 过去手续 过进手轮 到了这个共产党 那个途径也非常美好 我们当时也相信过 最后没实现 没实现的原因是什么呢 忍性 逃不过忍性啊 因为忍性是支持的 当他自己掌握权以后 他就不想这些政策 他要掌握所谓的东西 最后没成功 现在这个民主到了最后 是个人心的问题呢 还是一个共产党 影响它的问题呢 这个问题我们不知道 但是现在坏掉了 以奥巴马为首的 后面的影子政府 到底在美国控制了多大 我们真的看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这个宣传的 这些大台的东西 是不能相信 下面怎么走 这个世界会往哪去 真的很沉重 我已经八十岁 我是老大学生 像在美国 像我这样 年纪大的 来的不太多 我走的一条路 实在是很确实 但是走到近点 我快老的时候 最后这么沉 人都看不到方向 真的是蛮痛苦的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放